空是平等如一的巨载,佛陀悟到不久,有一天他坐在灵山明寺,突然有一闪光的天神来到他的脚下,在那里放上了一朵金色的花,并请求佛陀说几句话,讲出空性的秘密。 佛陀将花收下,拿到手中,非常平静地坐在那里,却一声不吭。 周围的人不明白他的沉默意味着什么。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,叙布提不声不响地微笑了,佛陀轻轻地说, 我的心中藏着佛法,也就是关于空性的那些奇妙的知识,我用无言的形式传给了须普提,他又以无言的形式接受并理解了他这真谛,正是空性的秘密。 空性的秘密是什么?什么是空?事物是平等的,不存在差别,这就是空。 事物本身的本质是没有实体的,既无所谓生,也无所谓灭,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,所以称之为空。 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而成立,相互依存而存在的,不可能单独成立。 就同光和影,长和短,白和黑一样,它的本质是不可能单独成立的,所以称之为无字性。 物不是存在于谜之外,谜不是存在于物之外,这两者并不相依,事物并不存在两种相反的形态。 佛陀指出,我们总是看到事物的产生和消亡,但本来不存在产生的问题的,所以也就不存在消亡。 有了观察事物真相的眼光,就会懂得事物不存在生和灭,并认识到这两者并不是相依的这个真理。 我们总认为存在着我,所以执着于我所这一概念,但本来我是不存在的,所以就不可能有我所这个概念。 懂得了不存在我和我所这个道理,就会懂得我并非义物这个真理。 我们总认为,存在着清静和污浊,拘泥于两者的区别。 但事物本身是不存在清静和污浊之别的,清静和污浊只不过是我们心灵的造作。 我们总认为,善和恶是不同的存在,拘泥于善恶的区别。 但事物并不存在单独的善,也不存在单独的恶,觉悟的人懂得善恶并不相依这个真理。 我们恐惧不幸而指望幸福,但如果用真实的智慧来观察着两者,就会懂得,不幸的状况本身就会变成幸福。 因此,懂得了不幸就是幸福,就会懂得,并不存在什么缠绕身心,束缚自由的迷惑,也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自由,这样我们就领悟了真理。 我们常说有何无,谜何物,实何虚,正何谐,但并不是存在着两种相反的东西,其真相是无法说明,无法表达,也无法认识的。 所以我们要摆脱这些语言和作为。 当我们摆脱了这些语言和作为之后,就能懂得真正的空。 为了方便大众理解,佛陀打比喻说,莲花不是生长在清静的高原和陆地,却开放在污浊的泥潭中。 同样的道理,觉悟并不是存在于迷境之外,正因为存在着错误观点和迷惑,所以才产生觉悟的种子。 只有冒着种种危险,深入海底,才能获得无价之宝。 同样的道理,只有进入迷惑的泥海,才能获得觉悟的宝藏。 执着的人因为背着大山般的我,所以才会产生求道之心,也才会有觉悟。 佛陀使我们懂得一个真理,要超脱相反的两者,懂得这两者并不是义物。 如果在两个对立物当中,执着于其中之一,即使执着的是善或正,那也是错误的。 如果我们拘泥于万物均变迁这一观点,也会导致错误的观点。 如果我们拘泥于万物均不变这一观点,当然也是错爱无的。 如果我们执着于我,那是错误的,就一刻也不能摆脱痛苦。 如果我们执着于无我,也是错误的,即使修道,也不会取得效果。 如果我们认为一切都只有痛苦,那是错误的。 如果认为一切都只有欢乐,也是错误的。 佛陀教导我们要坚持忠道,要摆脱这两种片面性。 新的构造佛陀的教法,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主义。 他说,不要片面地认识迷惑和觉悟,迷惑和觉悟都是心灵的表现, 一切事物都是心灵的创造,就同幻术师自由自在地变出各种东西一样。 人的心灵的变化是无限的,心灵的活动也是无限的。 从肮脏的心灵中产生出肮脏的世界,从纯洁的心灵中产生出清净的世界,所以外界的变化也是无限的。 绘画是由画家画出的,外界是由心灵创造的。 佛陀创造的世界是脱离了烦恼的清净世界,所以他解脱了一切烦恼。 心灵同高超的画家一样,能描绘出各种各样的世界,在这个世界上,心灵能够创造出一切。 同心灵一样,佛陀也是如此,同佛陀一样,人也是如此。 因此,从能够描绘出一切东西这一点来说,心、佛陀、人之三者之间并无差别。 佛陀悟到以后,说妙灾、妙灾、心、佛、众生无二无别。 任何事物从心灵产生时,佛陀都是一清二楚的。 因此,谁懂得了这一点,他就是见到了真正的佛陀。 可是,这个心灵总是处在恐惧、悲伤和烦恼之中。 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,也对尚未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,因为我们的心灵中存在着无明的执着。 从这种贪欲的心灵中产生出迷惑。 归根结底迷惑的种种因缘,也都存在于这个心灵之中。 生与死只能从心灵产生,因此与迷惑的生死密切相关的心灵一旦消亡,迷惑的生死也就穷尽。 迷惑的世界是由心灵产生的,人们在用迷惑的心灵去观察这个世界,所以这个世界就成了迷惑的世界。 如果懂得离开了迷惑的心灵,就不存在迷惑的世界这个道理,就能脱离污浊,产生觉悟。 一个人的心正确了,他的世界也是正确的。 由此可见,这个世界是由心灵引导,受心灵迁攻爱,受心灵支配的,由于迷惑的心灵,就出现了充满烦恼的世界。 一切事物都是由心灵先,以心为主,由心构成的。 如果语言和行为出自污浊的心,痛苦便伴随而来,好像牛车随牛行驶一样。 如果语言和行为出自善良的心,喜悦便伴随而来,好像影子随主体行走一样。 如果心灵是污浊的,他的道路就会坎坷不平。 如果心灵是清静的,他的道路就会平里宽阔,从而就会感到安详。 能享受身心清静之乐的人,就意味着冲破了烦恼的迷惘,踏上了佛陀的大道。 心平气和的人能得到安详,从而就会昼夜不停地更加努力修心。 遵循佛陀的教导,让我们向佛陀学习,从心开始。 不偏不倚的中道生活总结雪山上无法悟道的苦行生活,佛陀得出结论,力图解脱烦恼的人必须避免两种偏移的生活。 一种是不能战胜私欲,过度追求私欲的生活,另一种是不必要地折磨自己的身心,过着苦行的生活。 除这两种偏移的生活之外,还有一种打开心眼,开动智慧,走向觉悟的中道生活。 什么是中道的生活呢? 佛陀提出,就是正见,正思维,正语,正业,正命,正经济,正念,正定,八个正确之道。 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缘而生而灭,所以解脱是超越有何无的。 无明时,我们或者把它们看成有,或者把它们看成无惧具有正确智慧时,我们可以超脱有何无? 这就是中道的正确观点。 譬如一根木材飘在大河中,如果这根木材不接左右两岸,不沉于河底,不飘上陆地,不被人们打捞。 不被卷入漩涡,也不至从中心腐烂,那么它就可以飘入大海。 中道观点,中道生活就同这个木材的比喻一样,要超脱内外,超脱有无,超脱正邪,摆脱迷惑,不拘泥于觉悟,身处中流,任凭漂流,自然而然。 对追求解脱的生活来说,重要的是,要摆脱两个极端,坚持中道。 知道一切事物都没有生,没有灭,没有固定的性质,从而要加以超越,还要超越自己的善行,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。 所谓解脱,就是要放开,不执着,不恐惧死亡,不追求生存。 不追随这种观点,和那种观点,以及任何观点。 如果我们产生了执着Z念,我们就会立即开始迷惑的生活。 所以,求道的人,要放开,不贪心,不停留,这就是解脱的生活。 觉悟是没有固定的形态和实体的,我们可以觉悟,但不存在被觉悟的对象。 因为有迷惑,所以有觉悟,如果消除了迷惑,觉悟也就不存在了。 离开了迷惑就没有觉悟,离开了觉悟就没有迷惑。 既然有觉悟就说明还存在障碍,因为有黑暗,所以就有光明,没有黑暗也就不存在光明了。 因为光明和光明的对立面都不存在了,我们觉悟后仍不会停顿,因为有觉悟说明,还有迷惑。 到了这个境界,迷惑的状态也就是觉悟,黑暗本身就有光明,必须彻底觉悟,使切烦恼同时都成为觉悟。 佛陀指出,真正的解脱,不是外在达到了某种条件,而是拥有一颗觉悟的心。 而觉悟的人,就只是这样。 觉悟的种子,佛陀立志,要让世人同自己一样,觉悟真理以后,他以大彻大悟的目光扫视世界。 有各种各样的人,聪明的人,愚痴的人,性情好的人,性情坏的人,容易教会的人,不容易教会的人等等。 就同池中的莲花一样,池中有青,红,黄,白各种莲花,它们都生在池中,长在池中,有的不出水面,有的刚出水面,有的离开了水面,碰不到池水。 除上述差别之外,还有男女之别。 但这一切并不是在人的本性上有什么差别。 男人通过修行可以觉悟,女人通过修行也可以觉悟。 佛陀怀着这样的信念,开始传授佛法。 在到达觉悟的大道上,人们用其眼看待佛陀,用其心信仰佛陀,使人们在生和死的道路上直徘徊到今天的,也是这种眼和心。 我们之所以都被烦恼的纽带所缠绕,不断地经历了迷戒,是由于两个根源,一个是我们把生死的根源,即迷惑的心,当作自己的本性,我们不了解觉悟的本性,即清静的心。 再一个是我们不了解觉悟的本性,即清静的心,是隐藏在迷惑的心的背后,并存在于自身之中的。 我们捏着拳头举起胳膊时,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,心灵可以知道。 但是,知道这种情景的心,并不是真实的心。 活动的心,是从欲望产生的,是为自己而活动的心,是与缘相接触而产生出来的心,是没有真实本体的,变化无常的心。 我们往往把它看成是具有实体的心,所以就产生了迷惑。 当你放开拳头时,心灵就会知道拳已经放开。 那么,活动的是手呢?还是心呢? 或者这两者都不是呢? 当手活动时,心也活动,当心活动时,手也随着活动。 可是,所活动的心,是心的表象,而不是心的根本。 所有的人,都具有清静的心。 这个清静的本性,却被那些产生于外在因缘的迷惑的灰尘覆盖着。 不过,不管怎么说,迷惑的心是次要的,而不是主要的。 月亮即使被云翼覆盖了,月亮也不致被云翼所污染,也不会披云翼所动摇。 所以,我们不能把飘动的类似灰尘般的迷惑的心,当作自己的本性。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动摇,不被污染的觉悟本心,重新认清自己。 我们心中的迷惑和污浊,是由于欲望及变化无常的外界的缘而产生的。 不受这种缘的来去影响,永远不动摇,不消亡的心,才是人的心的本体和主人。 不能说客人走了之后,房屋就不存在了。 同样的道理,不能认为由于缘产生或消亡的这种活动的心消失了,自己也就不存在了。 因外界的缘而变化的新的活动,并不是新的。 本体 一座礼堂当太阳出来时就明亮,太阳下山后就黑暗。 可以把明亮还给太阳,把黑暗还给夜晚,但是能够感觉明亮和黑暗的力量却无处归还,只能把它归还给新的自性和本体。 太阳出来后感到明亮,这是一时的心,太阳下后感到黑暗,也是一时的心。 由此可见,在明和暗这种外在的缘的影响下,便产生感觉明暗的心。 而感到明和暗的心,是一时的心,并不是新的本体,感觉明暗的力量的根本才是新的本体。 由于外在的因缘的影响而产生或消亡的关于善恶、爱憎的念头,是堆积在我们心灵上的刻成引起的一时的心。 我们本来就有一颗被烦恼的灰尘裹着,而又不会遭到污染的清净的心。 当水乘入圆形的器皿时,水就成圆形,乘入方形的器皿时,水变成方形。 然而,水本来是不存在圆形或方形等形状的。 可是我们却忘记了这一点,总是拘泥于水的形状。 我们看到善恶,感到好恶,想到有无,然后受这些思维驱使,受这些观点的束缚,苦于追逐这些外在的事物。 佛陀让我们把心眼转向自身的本质,把被束缚的观点归还给外在的缘,回到不受束缚的自己的本性上来。 这样,身心都会获得不受万物阻挡的自由境界。 感谢观看